如果有一天你身边的动物全都具备超高的智慧 并且联合起来以人类为捕杀目标 一直以地球主人自居的人类又到底能抵抗多久 到那个时候人类还是地球的主人吗 我想恐怖指数不会低于外星入侵 由于原片剧情缓慢错综复杂 建议直接跟我一起看解说戏 故事要从辽阔的非洲大草原讲起 这里刚刚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件 一家旅游营地内23人都离奇了消失了 只剩下了残留的食物 很快刚但就发现了地上的可疑相机 通过视频内部的画面 似乎营地受到了某种生物的袭击 果不其然在屋外就发现了狮子的可疑痕迹 诡异的是一头狮子的出现 不足以吓跑所有人 何况营地内还有常年和野生动物打交道的训练室 为了查明游客消失的真相 两人驾车前往周边搜寻线索 很快在不远处就发现了营地的观光车 钢弹和黑弹持枪来到车外 准备穿越这片危机四伏的草原 每走多远黑弹就发现了一只可疑的鞋 推测前方一定是遭遇了不测 叮嘱钢弹待在原地掩护自己 可还没走几步就听到了微弱的求救声 黑弹不不一切地跑到了车内 钢弹这边似乎听到了什么动静 仿佛一双眼睛在草丛中凝视着它 紧接着背后的不明生物正在向它慢慢靠近 原来冲出的是一名游客 拉着钢弹就要逃离现场 这是一头熊狮突然出现跳上了黑弹进入的观光车 转身的钢弹连忙大喊可为是一晚 满嘴血迹的熊狮嚣张地走了出来 钢弹连开竖枪无意命中 同时枪声也引起了周边狮群的注意 五头速度极快的狮子正朝他们扑来 两人拼命地向车的方向逃去 好在及时返回到车内才侥幸躲过狮群的攻击 唯一的是在自然界中 从未出现过五头熊狮同时捕猎的场景 熊狮还在不依不饶地破坏车辆 此时的车辆点火装置似乎出现了问题 好在多次尝试后启动了车辆 驾车逃离了现场 可没过多久车子就出现了故障 当但下车查探 发现水箱被狮群破坏 已经无法再次起动 两人只好徒步返回营地 可还没走多远 狮群就追了上来 熊狮缓缓走上前 用挑衅的眼神凝视着他脸 紧接着就是一爪 两人双双坠入悬崖 跑在崖壁的地质较为松儿 再次幸运地躲避了狮群的攻击 此时另一遍的洛杉矶街头 也发生了恐怖事件 两位不讲文明的男子 在街上随地小便 结果就被狮子盯上了 同样是挑衅了眼神 一个猛扑直接黑平 曾经百依百顺的宠物狗 如今变得凶残暴躁 乌鸦开始成群主动攻击人类 食物链顶端的人类 成为了动物唯一的敌人 就在刚刚洛杉矶街头 就发生了一件可怕事件 男子当众随地小便 结果被熊狮袭击 很快女记者金姐就得到消息 发狂的熊狮是 咬死了训兽狮从而逃出的动物园 原来就在八个月前 动物园更换了原本的饲料 改用了雷登公司提供的饲料 她初步推测一定跟雷登国际有关 没有证据的金姐 只好通过抖音发布了自己的观点 但由于雷登势力过于强大 上司被迫将金姐开除 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准确性 金姐抵达了动物园老板的住所 可老板声称采用雷登饲料 只是出于环保 根本不信饲料能够改变动物的习性 还从老板口中意外得知 附近的家猫正在成群的丢失 可金姐对此丝毫不感兴趣 看到这里 我给兄弟们推荐个好玩的 如果你很宅 又想找一个离型身材的女友 赶紧用牵手吧 上面很多女生奔着结婚去的 没钱一起赚钱 没房一起租房 月薪五千 也能跟她谈恋爱 而且 注册就要人脸识别 完全不用担心海克斯科技 赶紧点开评论区试试吧 一心只想解开雷灯谜底的她来到动物园 找到了动物学家金蛋 向她询问了关于熊市攻击人类的原因 此时金蛋也早已解剖过尸体 但并未发现一样 于是金姐将关于雷灯饲料问题告知了金蛋 可她的观点直接被金蛋否定 即使饲料变质也很难改变动物的习性 失落的金姐只好接受了现实 两人无意间还聊起了附近丢猫的事件 离开实地给了金蛋一张名片 只要有任何消息就随时联系她 金姐也只好返回公司收拾自己的物品 很快就收到了金蛋发来的信息 似乎猫的离奇失踪有了新进展 紧接着两人会合来到一片树林 眼前的一幕极其的诡异 只见成群的猫都聚集在同一棵树上 场面一度的哭 就在金姐通知动物保护协会时 聚集的猫仿佛听懂的一样 纷纷都跳下了树 成群结队地逃离了现场 各自返回到了主人的身边 同样也透露出了挑衅的眼神 此时另一边 被熊狮攻击的黑蛋被缓缓拖上树 匪夷所思的是 狮子很少会有将大型猎物拖上树的袭形 这时钢弹也意外发现了黑蛋的未接电话 它立刻回拨了过去 原来被狮群攻击的黑蛋并没有死 唯一的是这些动物的目的又究竟预示着什么 深夜钢弹带领警员抵达了事发地点 但并未在观光车内发现黑蛋的尸体 里面却只剩下了一具刺激的尸体 钢弹通过对现场探查 发现了地面的不明血迹 紧接着眼前的一幕惊呆了所有人 如果在未来 动物超越人类成为了食物链顶端的生物 人类究竟又该如何扭转局面呢 该剧就讲述了一系列动物变异攻击人类事件 在遥远的非洲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黑蛋被熊狮攻击 但并没有置它于死地 反而将它拖上了树 狮群则撤退到了山脊的位置 此时钢弹为了营救黑蛋抵达了事发现场 通过现场的不明血迹 发现了不远处可怕的营物 黑蛋仿佛成了狮群的诱饵 三人浑然不知已经进入了熊狮的攻击范围 就在他们合力营救黑蛋时 不远处伏击的熊狮开始向他们袭来 狮群仿佛已经拥有了沟通能力 狮猎的战术执行力极强 持乡的警员被吓得瑟瑟发抖 最终成功救下黑蛋 驾车快速逃离了现场 唯一的是熊狮并未发起攻击 好在黑蛋并无大碍 可令人费解的是熊狮不杀黑蛋的目的 又究竟是什么 为了查明真相 钢蛋观看了父亲曾经的影像资料 老钢蛋生前也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家 他发现了动物们开始觉醒 不再惧怕人类 钢蛋因此也得到了一些想法 为了证实自己的推测 他找回了22具被狮群袭击的尸体 经过钢蛋母亲对现场的探查 他似乎有了重大发现 一般狮子攻击人类会直套喉咙 以极快的速度一击致命 匪夷所思的是这些被袭击的人类 只被咬穿了动漫 最终因尸血过多而亡 仿佛狮子已经有了独立的思维 事情也变得越来越过来 为了证实老钢蛋曾经的研究资料 母亲将老钢蛋在东京工作的地址给了钢蛋 希望它能阻止动物的变异 次日钢蛋协同黑蛋一同前往了小日子 过得还不错的东京 此时另一边的斯洛文尼亚 同样也出现了唯一事件 男孩的玩具被小狗叼走后 仿佛在刻意引导人类走向某处 男子狗蛋紧随其后追了出去 被带到一处阴森而又恐怖的废弃房 就当狗蛋捡起碗具准备离开时 看见了周围遍布的尸体 一句句早已血肉磨火 气氛一度濒临窒息 紧接着不远处就出现一群恶犬 纷纷上前将它包围 仿佛他们早有孕母 狗蛋就这样领和饭 此时的钢黑二蛋也已经抵达了老钢蛋曾经的住所 开门的却是一位亚裔女人 原来她是老钢蛋离婚后的第二任妻子 钢蛋也将此次来的目的告知了她 女人也很乐意将研究资料交给钢蛋 但影像资料并不在此处 原来老钢蛋曾经的实验基地 在人类都无法生存的福岛 很快几人便一同前往福岛实验基地 却在途中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夜间活动的蝙蝠诡异地出现在了5000英尺的高空 似乎他们早有预谋成群结队地袭击了一架飞机 动物们纷纷开始对人类发起了进攻 很快飞机就承受不住蝙蝠的撞击坠入了大海 最终只剩钢黑二弹侥幸存活 为了尽快查明动物变异的原因 两人只好继续徒步感梦 很快就抵达了老钢蛋曾经的实验基地 此时不远处一匹野马迎面走来 唯一的是马却并没有眼睛 紧接着第二匹野马出现 同样也失去了双目 浮岛上动物的眼睛又究竟去了何处 带着疑问的两人来到了屋内 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摆放的培养皿中存在大量的动物眼睛 原来由于这里的辐射不高 加速了动物们的突变 从而出现了挑衅之眼 和非洲的熊狮有着同样的眼神 拥有挑衅眼神的动物变得暴躁不安 石草的马儿开始主动攻击人类 老钢蛋为了让动物恢复平静 被迫挖掉了他们的双目 就在钢蛋拍摄附近的研究资料时 黑蛋携带的仪器发起了警报 辐射数值远远超出了正常范步 两人发觉情况不妙快速逃离的现场 此时一架直升机恰巧盘旋在上空 被一位西装神秘男成功救起来 将刚黑二蛋带到了一处秘密基地 原来就在刚刚 西装神秘男分别找到了远在洛杉矶 调查雷登国际的精弹经济 和刚从非洲尸口脱险返回斯洛文尼亚的鸭蛋 将他们五人聚集在一途的目的时 他们率先发现了动物的认知在不断地觉醒 为了查明真相 因此组建了这只由鸭蛋担任队长的科研小组 此时密西西里的一所监狱出现了恐怖事件 在门口的典狱长遭到了野狼的袭击 当场隐恨西北 此时监狱的守卫为了拯救狱者 直接开启了大门 突然不远处的狼群开始大批量泥露 仿佛狼群早有预谋精心策划的一起事件 很快监狱就被崩破了 野狼开始次数攻击人类 因此引发了一场大火 火势蔓延的速度极快 本想开门逃跑的囚犯都无一信念 很快狼群就占领了整个监狱 但唯独这位即将被处决的囚犯军事 伪议的是李丹同样也透露出了挑衅之言 这究竟又预示着什么